要有上一代很努力 為你經營了很漂亮 很多錢 很厲害的品牌 那你才可以做 敗家仔的 如果不是 好像我當年自己建立自由人那樣 就只可以做敗家狗了 明不明呀 今天要跟大家講另一個敗家狗的故事 翠華餐廳 哇 當年 不是很久 2019年之前 哇你幾多國內的朋友 衝進來 哇我來到香港當然要試一下翠華啦 翠華就是香港味道的嘛 哇很多人 去翠華 吃吃吃吃 很開心 這個翠華的故事是怎樣的呢 怎麼會變成敗家狗呢 大家聽一下 因為 它滿載著香港整個形勢的改變 你會不會從中學到東西知道 我跟著應該怎樣去部署我自己的未來 香港跟著又會變成怎樣 你聽聽這個敗家狗的故事 你就會害怕 你就會知道 哎呀 我似乎都要 變一下招 聰明一點呀 他大概是可以追溯回1967年多 有一個朋友 姓蔡的 叫蔡創波先生 他就在旺角金林街 就搞了一間 小冰室 因為我們小時候經常去 就是冰室 因為為什麼 因為 西方那時候 英國人 羊人 美國人 吃西餐廳 要走去那些五六星級的酒店 嘩我們哪有錢呀 調薦 改改改 changed visits open 廣東那時候已經很多啦 改了很多 陽人的餐 趕快要改一些 薯油雞 就聚集成在 西方餐廳 變成了一種 新餐廳 我看一下你叫冰室呀 那麼香港就開始有冰室了 他做了什麼招牌菜呢 然後看到有少許是洋人的食物 包括奶茶款式可再加一點奶 就像塔琶ivering 但又跟香港 都是使用 vibration 牛扒 clothes 這個就是特別了 所以香港人 聰明的動腦筋搞新東西出來 咦 好像新的食物 但是又有些 鬼佬的味道 於是大家就會覺得 這個很新 慢慢就流行 1970年 衍生出茶餐廳 脆畫就跟著他 我們也搞茶餐廳 脆畫茶餐廳就在新桃江開始 開業了 慢慢 晚上跟著這個香港茶餐廳的潮流一路去 當然後面的發展大家就會知道但是究竟 這個茶餐廳為什麼會由無緣無故由蔡先生變成這個 李遠康 先生 為主要股東的人 去控制了呢 原來這個主要股東這個脆畫的 就是後來的李遠康先生 原來他開始的時候 他不是 屬於 翠華的 一份子來的 他不是股東來的 他是什麼呢 他自幼家貧 很窮的 有七兄弟姊妹那麼多 彭第三 因為爸爸呢 真的做一些 菜籃 果籃的苦力 於是你家裡就吃一餐 沒有一餐 很慘的 從屋子住啦 屋都沒有啦 是不是先啦 在厚欄的那裏住 沒有三著 慘啊 真的有時候沒有飯吃 就叫住 所以以前 窮 很難頂啊 現在起碼是社會福利 又拿來拿老 都頂得住的 不會像以前這樣 那 在菜欄、後欄、後巷 對著死蝦、死蟹,陣陣地 居然長大了,幾兄弟姊妹都是這樣,臭氣昏天 沒辦法 有時候要施捨一些 菜頭菜尾給你吃 有呀,我有經歷過這些時間 我爸爸以前開 雜貨店 我見過我媽媽,我們吃剩些東西,有些人來拿給她吃 我經歷過這個,但是那時候是六幾年 如果說七幾年的時候,我也沒什麼印象 六幾年,我也有印象 去到他11歲的時候,他媽媽 李遠康的媽媽 帶兒子去讀書,不要再讀下去了 家裡沒有錢供你了 那時候就抓住他,你去找一門 一技之場 抓了他去上環 海安兵室 去做一個外賣仔 對呀,收星馳的外賣仔 因為為什麼呢? 很需要一些年輕人送科送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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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這裡 年輕人嘛,對不對 那麼辛苦的事情,日曬月臨,當然是你呀,年輕人你去啦,又沒有技術 為什麼要進這個 做外賣仔 做這些 冰室那裡做 原來因為他媽媽說好呀 因為通常 這些冰室那些餐廳 他因為 經常這樣長開 不是開的位置準備食物,一天清潔 哇,總之店舖有那麼多時間,利用了那麼多時間,做了事情 又在工場,又在住,又在這裡又在路 那麼 就需要一些 年輕人 經常在這裡住 這樣去做 所以他就會 包食和包住 這樣媽媽就說好了,喂,你自小沒有地方住啊,對不對 而且有件制服,包食包住,有件衣服穿下,OK啦 小孩子,你來吧 11歲就跑去這家茶餐廳那裡 冰室那裡 就去做學師仔 窮出身就有個好處 你不會想那麼多 有份工作就拼了 於是 他就希望學到一技長身,他經常說 沒事的,我輸在起跑線 但是唯有 每一樣東西都給人拼搏一點 做多一點 努力一點,多走一小步 加起來就有很多步 他肯這麼想 這是好的 因為這是以前 上一代的人的想法 我拼搏一點 比每一個人都拼搏一點 我現在算不算 拼搏一點 有些人說 劉定堅,你不要那麼拼搏啦 每天做五條片,你做四條片就好 做三條片就好 我們都滿足的 大家當然不明白 我整個策略是怎樣 你放心 我其實 越做越快 我有些方法 所以我覺得一個人一日平均做 大約七八個小時是合理的 我相信我未來都可以將整個工作 做到這樣 因為 最重要是腦子 轉動 所以 大家不要以為 我要調教到我的腦 是可以 建構五條片的內涵 是有這個穿透性的 讓大家覺得 拿到一些東西,學到東西 我覺得 七八個小時 我可以控制到 但也要有一個訓練 如果你懶惰時,只顧著做小一點 你做不到 相信我 你看到我嘻嘻嘻嘻嘻 我不會很辛苦的 放心 好 接著繼續講講這個李遠空 很勤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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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到一小步一小步 於是乎這個年輕人厲害了 他又怎樣呢 嘩,有得吃有得住 已經恩賜了 還可以穿衣服,很厲害 他就真的是 每天 一早兩三時 就要起來 學磋麵粉 學磋麵粉 一邊磋,一邊磋,磋一下磋就是懂 因為這些技術的東西,磋一下磋就怎樣 然後五六時就跟師傅一起去割麵包 原來怎麼割麵包 原來怎樣割麵包 學一下就懂 這十多歲的英俊 好厲害 慢慢跟著跟著 因為師傅又辣了 你來吧 你退啦 好啊好啊 我做吧 哎呀 有機會碰一下那個爐 這個爐不少錢的 來啊來啊來啊 不是怎麼學會東西 然後 又去學一下水吧 下單 慢慢整個 這些 冰室 所有的 部門都學會了 入貨 問一下 新鮮 調配 食剩的東西 洗碗 全部都學會了 一個年輕人 他有這樣的眼光 和 堅毅的能力 就是可以將這個行業 各樣都了解 真是可以的 所以他說 我去到20歲左右 出頭了 已經是 大廚來的了 當然啦 每天都跟著 不介意 以前經常教 我們都教一些年輕人 不要怕吃虧了 大家做一份 適合其他份 幫忙 我們以前都是這樣的 各樣都想學 學一下 知道多點 學一下 知道多點 做編劇 知道導演是怎樣 知道燈光是怎樣 知道燈光是怎樣 這樣才行的 不是每天都只是 死固固在一個位置 那就 玩完了 現在你年輕人要學這件事 好 然後他又說 我每天都考慮 走路還是乘電車 回家 為什麼 因為可以省錢 省一毫得一毫 一元丁一元 於是 我才可以有機會 儲到錢 儲到錢才有機會發位 是不是 所以有位朋友留言 他說 我只有10萬元 劉先生怎樣 10萬元 你就儲住他 好老實 最重要是什麼 找一份好一點的工 向上爬 為什麼呢 10萬元的儲蓄 代表你 你的儲蓄很少 很難 利用這件事 來賺了很多錢 只可以什麼 但是你可以 改變你自己的工作 環境 情況 提升你的技術 這樣才可以賺得最多的錢 反而現在的儲蓄 是不重要的 有了資金 有了資本 才可以用資本來賺錢 所以最重要 做好一份工 提升自己的技術 在那方面才能賺到錢 明白嗎 好 接著 他 去了89年 突然間有一個大轉變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記得 664事件 嚇死人了 看看這個 亞洲電視播放影片 又說走啊 怎樣怎樣 又說開槍啊 接著說沒有開過槍啊 沒有殺過人啊 大家一大堆 你說啊 他說啊 我說啊 人們走出去上街 又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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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我也不可以 老實 不要罵 不要罵你 這些事情 這是我自己而已 我不會 你說什麼 我沒有意見 老實 我說我自己 你罵我罵我 不要緊 沒問題 好 接著 但是我們關心這件事 好 接著 這一位 李遠康先生 他接了一個消息 他那時候已經30多歲了 存了一些錢 而覺得人生要有些轉變 但是 怎樣呢 找到機會 聽到 這個 脆話 這家茶餐廳 老闆 想整家移民 因為那時候很多人 舉家移民 害怕了 開槍啊 走啦 有學生又來 有什麼黃雀行動 有這些老闆啊 很多人都很亂啊 你記不記得那時候 那些人就排隊去新加坡 拿 移民的那張紙 就已經打架了 你想想 多誇張 香港有這種動盪的時間 於是 這個 李遠康 他就 我就想想 其實我那個時候 他那時候已經有10批 一個月了 10萬元啊 因為大廚了 做了那麼久 他就說我繼續做大廚啊 還是想想方法發為呢 因為 蔡 創波先生 決定 舉家移民 要賣這個脆話 他 其實是 跟幾個拍檔 當時茶餐廳的 朋友 說 你做這飯你做那飯 大家都一起 不如 夾粉吧 他就希望做大股東 立了這間 唯有機會 去發為 他就提出了這個意見 跟 這個 脆話的 原本這位老闆 再談 哈哈哈哈 別人就給他一個條件 他就想想想 遲了一天 再找 這個老闆的時候 老闆說 不好意思啊 我已經撐了給人了 蔡先生 蛤 是啊 他撐了給人了 他就很失落 就打了 不好意思啊 應該已經沒那麼冷了 真是 好 那就打電話給老婆 哎呀 老婆呀 不如我們去澳門玩一下吧 老婆怎麼鬼呀 老公經常貴做事的嘛 抱歉啊 先喝一口水 他還說 老公 老公 這麼好 無緣無故 就去聘請我 跟著 不可以了 也不知道說什麼 老公 就是 沒有說清楚 李遠康說 為什麼 頭呆呆 因為 買不到 茶餐廳 茶餐廳 那樣 茶餐廳 沒有了心機 於是 中秋節 還記得 遲了一天 答應 蔡先生 就沒有了這個機會 傻傻傻 乘搭巴士 乘搭巴士 突然 逛逛逛逛逛 又去到這個 茶餐廳的門口 他就下去了 去這個 翠華 找老闆 聊聊天 老闆說 你幹嘛呀 我們來探望你 無緣無故 那麼好探望我 他說不如你再考慮一下吧 讓我去買了你的茶餐廳 他說不可以呀 答應了人 因為潮罩冷 遲咒人人 是不是 那麼 答應了人說口齒 然後他一直纏著他 李遠康纏著他 說不可以了 我吃飯了 算了 走過去 走過去之後 丟 又看到他 又纏著他 然後 他說不可以了 他說中秋節 我們要下閘 然後 關閘 沒有了 拜拜了 回家 所以他這一輩子就說 有時 你 揭而不捨 去追尋一件事 去努力 去奮鬥 可能有奇蹟出現 十一點多 都差不多要睡覺了 突然間電話響 為甚麼蔡先生打給你 他說 對方肯退訂接受 於是 你可以買到我這間 茶餐廳 哎呀 20萬左右 就立刻衝出去 跟他簽約 跟他談談 其他事情 因為他就說 他就說 年輕人 為甚麼會賣給你呢 為何一個人 創了自己的生意 也希望 走 有一個真正有熱性的人去做 那麼 看到這個 他說 你在這個行業 也有名字 我知道 你很勤力 那麼 你又詩詩文文 像一般的 廚房 我覺得你會有機會把這個 品牌 做好 所以我 而對方就是不熟悉這一行 他不是很認識這一行 他只是有錢 想搞一下這些生意 所以我覺得交給你 我比較 有信心 但是因為 牙齒當今世 我都要問過人 我不可以立刻答應 所以問過他 他真的肯 退訂了 於是 那你就可以接手了 嘩 這個 匡哥 這位 李遠康先生 一聽到 真是開心得運 於是 抓住這個機會 進行大改革了 找了 兄弟 跟著故事 他佔了60 他覺得要大搞一搞 因為 他曾經有個故事 聽到一個洗碗女工 有過那些時應 跟他聊天 你女兒好漂亮啊 不如介紹給我認識吧 誰知道洗碗女工 罵那個時應 你知不知道 做你一個飲食業的 是沒有前途的 你不用 只要我女兒 我怎會把女兒 嫁給你做飲食業的人 這句說話 對李遠康來說 就很重要 因為他說 原來我們飲食業 你看看 給別人的印象 是多麼差 一定要改革 不要再認到別人 覺得 做飲食業 做茶餐廳 做這些 小小的一個餐廳 小小的一個餐廳 看不見 於是 我還要鬼鴿 怎麼鬼鴿呢 他就說 以前的人 只是做男人 每個男人 粗魯一點 我現在請女人 請女工 是不是特別一點呢 他就這樣說 我又插一句 越來越沒有男人 香港根本就不足夠 勞工 你想想 開始慢慢 昨晚 就是 這個 抵擂政策就取消了 香港人 沒有那麼多 又不是生很多兒子 勞動能力不夠 因為後來又多了一份 就 把勞動力解放出來 不是他很聰明 問題是你被迫住 浪費鬼氣 當然啦 會認真 這位李先生 說 我很聰明 轉女生 你不轉女生 你有工人嗎 根本也沒有 而且也不是很操衷 女生都可以做到這些事 所以這些是自自然的改變 我不要相信 哎呀我好死呀 怎樣怎樣 我不覺得是這樣的 然後 你說在職培訓 還有又做制服 這個是我相信 為什麼呢 的而且確 翠華是比較 做到系統好一點 然後 把手寫單 取代了以前的口頭禪 全部都要根據這些手寫單 然後就 拼拼拼拼拼拼拼 諸如此類的東西 那是快一點的 他是做過每一個步位 當然 這些就是 懂得去改革 有些做酒樓的 都是這樣 慢慢以前 都捧著的東西 然後變成推車仔 然後 下張紙去點 這個其實都是因為香港 越來越 我們做漫漫的時候 都一樣 沒有人手 那你有沒有想方法 去改革 你不改革的時候 你生存不了 這些都不算是 什麼了不起的 大改革 但是 在香港越來越繁華的情況 人手不足 再沒有那麼窮人 走來去做 好像漫畫那樣 睡在地下 廿死小 在這間公司睡 跟你做拼拼 沒有了這些歌仔唱 你自然就要改變 不要說了不起 然後他就說我引入 這個西菜餐 西式菜餐廳 東南亞的風味 堅持要走高檔的路線 因為為什麼 高檔一點 就可以 要求質量 就不只是以前 填飽了 他說我要做高級一點 我相信他有這個心 因為你做 茶餐廳出身 真的覺得 別人 看不起你 我做高級一點 其實我一家茶餐廳可以做一些漂亮的菜餐廳出來 不是一輩子 一定是這樣 执飽就算了 這個質量好一點 好吃一點 你又吸引人 我相信 但是這個背後 其實是為什麼 是因為 七八十年代 股票一直一直上升 整個香港經濟起飛 為什麼 因為中國大陸 改革開放 很多人在上面 搬了一些廠 賺到更多的錢 香港的消費 諸如此類 香港 經濟因為 拍著大陸 就是 那邊 廠 這裏是店 然後 開始 繼續跟外國 去做生意 拿得越來越多的單 這樣就賺到你 進香港 然後又回來了 在恒生 股票那裏有上市 再賺多一層 原本你很小的一間工廠 請三五百人 去到三五萬人 甚至幾千人 然後這間廠大了 賺到更多的錢 然後拿上來香港 然後上市又集資 然後又拿了錢 又炒地 整個循環就是因為香港走入高速發展的跑道 再加上後面 這個 中國人物得 WTO 這個世貿 再直線石 不要啦 這個世界很小 香港這麼發達 而李遠康 他就是 一直想做好那個 生意 就吃正了 香港 有個高速發展 他當然是覺得自己很了不起啦 我要改革改革 你的市場不遭你 改革你一死 但是 他 發現市場遭 於是 不單止是 發展很多分店 還 去蘭桂坊 搞了一間24小時的 這個 翠華餐廳 當然啦 李嘉誠的手下大眾的霍見玲 也經常來 還有林青霞、周星馳、陳奕迅 經常去到這個翠華茶餐廳 吃 嘩 這樣 越來越 名字 輕香 厲害 厲害 成為了大眾 香港人的回憶 翠華 這樣 高層說 翠華的高層說 我們將平凡的東西做到 好、做到穩、做到精 就是很不平凡 是的 因為 大家吃開那個味道 雖然很平凡 但是 做得好吃 是不容易的 因為很多人都是為了便宜 所以 保持到水準不好 做得好一點 盛載的東西 又好一點 翠華是走這個路線 真的 他也是 做得不錯 所以在那個年代 一路一路發展 後來還 嘩 上市 搞到 香港、中國內地、澳門、新加坡 很多品牌的分店 一直發展 因為他控制了六成的股票 當 市值一直飆升 到七十多億的時候 嘩 他的身家 也有幾十億 你說是不是 其實翠華就正有 翠華五虎 還有幾位股東 但是 當他們上市之後 這個大股東 李遠康就慢慢把 管理權交給兒子 李慈健 而慢慢把一些 合夥的股東 一個個踢走 有些 踢出董事館 有些 賣了股份 賣了股份 就聰明了 拿著錢 碰了 好了 包括何庭芝 張宇濤 張偉強 張宇 彪 彪 這些 以前大家一起打江山的 因為你是 小股東 我要我兒子做的 現在 走光了 只剩下 李遠康 和他的兒子 李恤健 一起去搞 這個 翠華 他兒子接了手 李恤健 接了手後 搞了 其他牌子 紙牌子 其他餐廳 但是 結果都不順利 2016年開始 股價開始下跌 出事 甚至乎他們 兩父子曾經要求公司收購他們官同的物業 2.5億 那麼高的價格 最後小股東反對 這件事 當然不成功 由此看到 開始利用 上市公司 搞別的東西 為了要對付經濟的轉變 整個市場的逆變 逆轉 除了發展海外的市場之外 又加速在本港 其他地方 一起去做多些分店 2015年已經加速到 由51間 一山 去到84間 這個通常都是會失敗的原因 因為突然爆得那麼快 你的管理搞不搞得定 你的食物質素 搞不搞得定 脆話就出現這些問題 而香港 勞動人 人口就越來越少 你 怎麼搞得定 這個是嚴重的問題 19年 中期財報就顯示 營收是8.38億 就減少了6.4% 哈哈 跌了開始 竟然虧損了4450萬 這件事是大件事 為什麼 2019年 這個中期財報 是 翠華第一次 顯示它是虧損的 當你一個飲食集團 虧損的時候 我想問一下 你怎麼可以挽回 你怎麼可以令到股東認為 你有機會可以將它扭轉 到了19年大家知道 遊客開始減少 為什麼 因為 有社會運動 那麼衝擊 搞到周圍都經常都 沒有遊客來 普通人都不敢走上街 因為有很多人扔石 又警察又吹雷彈 這些路的路的路 整個遊客失去了 說國內的 海外更加不敢來 於是 消費形式又改變 當這個翠華想著怎樣可以 在這麼差的環境競爭的時候 然後呢 COVID-19來了 哈哈 差不多敲起了響鐘 翠華在內地亦都試過很努力去做的 但是 內地的競爭 不一樣強烈 你這個香港的品牌 是不是真的在上面可以這麼成功呢 結果並不是 很多內地的餐廳 一間一間 翠華 就接了 我都吃過 吃過國內餐廳 人多的 因為你這個價格 相對在吃其他東西 是貴的 很難延續的 即是你菠蘿油 等等 不能吃一個就算了 但是 你很難去保持香港那麼大量的客人 很難很難 因為他們在上面來說 茶餐廳是當作 一間餐廳吃飯 那麼 我不覺得是很多人 除了飯餐的時間 接著就社會運動 接著就社會運動 接著就COVID-19來到 真的 搞得好不定 曾經 在國內曾經因為 他有志明與春嬌 就在翠華 取景 所以很多人都上去打卡 但是 陸陸續續 就 杭州、上海、電密關 接下來 更加大件事 就是 2021年 2020年 先是租了20年的 中環的旗艦店 就 就 2020年 2021年3月 另一間中環的分店 又倒閉了 那麼 接著14年 就 原本租55萬後來加到63萬在唐街的一個 大店 又倒閉了 沒有了遊客 沒有了夜生活 那麼 你怎麼搞 倒閉了 分店越來越少 那 結果就是 歷史高位的股價 是5.7日3,4 厲害 那時候是有70多億的 那個 總值 但是分店一直不斷刪 盈利一直不斷跌 一直不斷虧錢 結果是怎樣 今天你按一下 我剛剛看完的價格 就是 1號7,4 由5.7億多跌到1號7,4 市值由 75.8億跌到多少 今時今日是2.46億 跌了96.75% 死了嗎 96.75% 誰買誰死 那真是 渣也沒有 真的渣也沒有 大加狗 想不認也不行 當市益轉的時候 現在香港的形勢就是 真的事兒而世逆 你多厲害都不行 他厲害 李遠康 是因為他改革茶餐廳 做到他比較高尚 但是那時候因為整個香港的人越賺越淺越多 越來越追求高尚 這樣就可以 現在反過來 現在是兩送飯 對不對 茶餐廳 全部變成兩送飯 有這麼便宜得這麼便宜 而且要好吃 不是被人罵的 利潤要低 薄利多消 絕對不是 翠華那條線 翠華 這個營商手法 做好一點 修理貴一點 省一點 什麼制服 什麼做乾淨一點 玩完了 完全玩完了 所以李遠康 完全不會做 就是這樣 這樣就死了 你拿著股票 早點扔 左一日 都著手過 遲一日 你說有沒有機會成功 我覺得 除非你徹底扭轉 但是你要跟 兩送飯去競爭 你想不想到東西比兩送飯更厲害 如果不是的話 很難 看到現在雷中道 建了一間一間茶餐廳 沒錯 將所有酒樓 所有大茶餐廳的生意 全部搶了 不是兩送飯 就是茶餐廳 沒有其他 還要是 低質素的茶餐廳 死了嗎 因為要便宜 還是以前那些 很漂亮的茶餐廳 不行了 喂 差兩元 都不光顧你 就是這樣 你又要 便宜 又要漂亮 你說很差 這樣的質素 又不行 要便宜 便宜 現在就是要便宜 你看看兩送飯 可以吃海鮮 可以吃什麼什麼 給你漂亮的東西 而且便宜 要薄利多燒 你營運不了 玩完 翠華 反過來走 死定了 我跟你說 以前那種 搞好一點 的方法 跌直了 足以 這個 李遠康的茶餐 這個翠華 就 跌直了 就成為了 敗家狗 好了 翠華 大家看 他很厲害 只不過是 成世而起 那時候香港很好 那就可以了 現在這招 完全不成功 現在你只可以變成 敗家狗 所以 大家 要記住 你的收入 你的前途 都會跟香港 這樣 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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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少 又或者停了 都可以 停大停 不是停35年 要知道 香港面對現在是這樣的 所以大家 有些人不認 說不會的 你浪費了 跌了 跌了五成 你傻了 你就留意 所有人的消費模式 如何 你不認 不認 但你也看得到 好 希望你喜歡這條 敗家狗的影片 再繼續支持 敗家狗系列 敗家兒子系列 我會再找一些 精彩的故事 告訴你 希望你點贊 Subscribe 還有什麼 點著個小鈴鐺 Share 給你 好朋友 拜拜